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对一个从事新闻工作者来说 是否跟我一样有这种感受 关注俄罗斯军事入侵的乌克兰 我想这段情势很罕见的 竟然从去年2月到现在 持续出现在台湾的新闻版面 没有终端过 就像每天播连续剧一样 不过说这个或许形容不是很贴气 也没这么轻松 但是其实台湾也并非做必上官 因为台湾在第一时间就有上款的援助 那么在一个月内就募得新台币9亿 4000多万元折合美元 大概3300万美元左右 而且是以外交部为对外窗口 而也有我们的志愿军主动 到乌克兰为他们打仗 那么为什么在新闻报道之外 会有这些援助行动呢 欧乌战火离台湾并没有说很近 不过就国际局势来看 它牵动攸关台湾可能的战役 就是台海情势 却好像又如此的逼近 因此相信听众朋友您也会关心 我们时间回到一个月前 在7月底 当时的乌克兰的情况 究竟如何呢 还好吗 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 郑正平当时人就在当地 目睹战火下的乌克兰 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谈谈所看到的 也想想未来 非常欢迎 郑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教授专攻财经 在节目当中有不同的议题 请教老师解析 其实您也是关注人文社会面向 私语言杂志总编辑 上一集节目 三月初访谈之后 您说 未来这段期间 要前往德国进行短期的研究 就是访问学人的一个机会了 那么在一个月前 你分享你在乌克兰所见 我看了一下不同于多数 台湾媒体的一个报道角度 今天非常谢谢 难得您抽空来受访 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关心跟了解乌克兰的现况 不过一刚开始 还是先请老师 简单来谈一下 怎么会有前往乌克兰的念头 在台湾就有吗 是的 因为我大概从香港 被中国大陆回收之后 我就开始有机会 在媒体分享 我对经济还有全球局势的看法 当时我有一个简单的判断 就是这场恶物战争会拖的蛮久的 那经过我持续的投入 包括这半年去慕尼黑大学 跟德国还有很多国际专家 包括好几个驻外的大使 跟高阶的驻外人员 交换了很多意见之后 我们大概都判断说有很高的机率 这个战争会持续一阵子 甚至会扩大 那从国际的媒体来看 中国想要用武力收回台湾 在未来的这个机率 应该是会越来越高 那虽然大家不太愿意谈这个话题 或者很担心这个事情会发生 也就是说我集中研究战争 然后我原来的首选就是在东欧 靠近乌克兰的地方 后来去德国慕尼黑之后 我的一个研究目标就是要前往乌克兰 看看战争真实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前往乌克兰的一个念头 跟我们未来台湾遇到的挑战 是息息相关的 非常谢谢教授 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研究 其实你关注的是台海的安全 这是一个国家社会的大事 我想也是知识分子难得的一种胆识 那乌克兰真的还蛮大的 您这次前往三个城市 虽然不是在乌东 包括了利沃夫基辅跟奥德萨 有九天的一个探访 我回顾了一下 就是翻找一下在七月左右 或之前的资料 在那个时候大概从六月份开始 乌克兰就有大反攻的一个机会 那其实还是一个战火 我们想象 但是你到当地才会感受到 我们遭遇到的一个情况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三大城市呢 老师 我当初去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念头要去 而且我三月的时候 就曾经试着有进去 然后又被驱逐出境 这个细节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说 然后我七月就决定要再去 几乎所有人都反对 不仅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在德国的同事 路边碰到的很多人都反对 因为大家觉得危险 所以我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只设定了利沃夫一个地方 但是我发觉我都找不到任何的奥远 包括各个使馆 还有很多朋友 几乎都没有乌克兰的联系 后来我唯一得到协助的是 我写信给两位乌克兰大学的校长 其中基辅大学的校长 愿意协助我 这是我去乌克兰唯一一个愿意协助我的人 所以我就选定了第二个目标 就是我去利沃夫 然后再去基辅 后面的行程我完全没有办法预估 因为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 六月大反攻之后 其实普丁是非常的紧张 所以普丁就加大力度 对主要城市的轰炸 我是7月20号进去了 基辅就受到疯狂的攻击 其中有70枚的超音速飞弹 巡异飞弹跟无人机 然后我去之前的10天 最安全的西边大城利沃夫 就遭受到7枚的巡异飞弹的攻击 从照片里看来 有几十栋的房屋都损毁 然后我在去的前后 我是26号到达奥德萨 连续一周 因为克里米亚大桥被轰 影响到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决定攻击乌克兰 在黑海最大的出口感奥德塞 所以虽然看起来 主持人说好像我不是去战区 但实际上就是说 我去的前一个月 那个战事是升高的 我自己也平感冒险的 最后我就在利沃夫待了两天 基辅待了四天 然后在基辅所有的人 包括乌克兰的基辅人 也全部反对我去奥德萨 但是我后来还是坚持去 我中间的第二天 我特别跑到距离这个战区 就赫尔松是南部 跟俄罗斯交界的地方 50公里的地方 叫做尼古拉耶夫 那是乌克兰最主要的军事工业重镇 那个距离赫尔松就50公里 是一年多以前 俄罗斯要重点攻下的 德国工业大城 那一年多以前 就已经在那里使用极速飞弹 所以就是说在早期的报道里面 就是尼古拉耶夫是最悲惨的城市 不只建筑大量被毁 居民被杀 所以我后来也去 所以严格说起来 我最后一天的行程奥德萨 是非常接近战区的 现在描述还好临时平安的 在七月底的时候 也刚好您在乌克兰这三个城市 其实我们看到 维基百科有整理了 大致上乌克兰获胜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包括在这个巴赫姆特地区的战斗当中 他确认使用了美国提供的极速弹药 这在台湾也有一些报道 那么7月27号 举清乌克兰消息人士说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击退了 克里斯奇夫卡村附近的一次袭击 这对台湾是相当陌生的 不过总的来讲就是说 乌克兰是有反攻 可能有一些斩获 但是俄罗斯也相对是 予以缓急就是缓以颜色 看起来整个战况 虽然不是在乌东地区 但是还是感受到战事的一个 紧张的一个情势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老师 您会听信息就是说你感受到的 在当地乌克兰会有些媒体的报道吗 这个以我们新闻从业人员感到好奇 我们这个报道基本上是比较偏西方的 那西方的新闻记者都非常的勇敢 所以在这个第一线的战场 其实都有记者跟着去 然后台湾经济党也有一位年轻的这个干部 就在我去的前几天 他也跑到最前线 所以这种报道是有的 在您目睹了有些战火 一定是很紧张 安全是第一了 其实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2月24号 整个战事开打 台湾有这样的报道 其实我们关注的就是说 如果台海真的有冲突或战事的话 炮弹来袭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看到媒体报道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会躲到这个地铁 这样子的一个防空警报的机制 教授是不是趁这个机会来让我们知道 还是说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一个反射动作 就会自己找一个安全地方来避难吗 好 我先说一下 我说服自己进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从这个网络上就知道 乌克兰有非常好的这个空袭防御系统 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避难所防空洞 首先就是说我在三个地方都碰到多次的空袭警报 其中我在利沃夫的第一个晚上 我就遇到空袭警报 但是那个时间持续的不长 大概20分钟就结束 我最长的一次 也是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基辅 第二个晚上我大概1点左右入睡 1点57分警报响 警报响的时候 因为我住的是很廉价的旅馆 他并没有地下室 所以我必须用奔跑的三分钟 才会到这个地下道的避难所 那当时我非常的紧张 然后我在冲出去的时候摔倒了 所以我的右边手都还受伤 然后我到了避难所之后 那是一个很厚的这个地下道 那我就发觉到说 只有我一个人那么早到 然后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之后 还有一队这个情侣到 显然也是外地来的旅客 然后最后呢断断续续 差不多只有10个人躲在那里 后来跟中间的有一些人聊天 就有一位大哥 他是战争一发生的时候 他就先逃到西边去 那经过半年之后他才回来 那他跟我说 他躲过的空袭警报已经超过几百次 那最多的是一天有时候是有五次 那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基辅是在去年12月之前 只有传统的这个空袭防御系统 就是俄罗斯的S200跟S300系统 所以他的拦截率并不是太好 他当时去躲的时候呢 他就宁可走15分钟以上 到达一个比较宽裕的这个地铁站 然后带着睡觉的东西去那里 那最多他在那里睡了4个小时 那因为地铁站的这个防御工是非常的厚 所以在那里是绝对的安全 但是他这一次选择在这里 而且他来的时间大概比我晚了10分钟 那他后来就秀给我看说 当这个空袭警报响的时候 他直接就在警报的这个 Telegram的APP上面 他秀给我看说 你看这个飞弹攻击的地方从西边 他可能是黑海发射的 这时候发射了30枚的无人机 那从黑海那边一路往中部走 再往西部走 所以警报最初发生的时候 可能是12点多 就在东边或者靠南边的地方 可能到了凌晨1点的时候 已经到了东部比较靠中部的地方 到了凌晨快2点的时候 飞弹的继续走就走到基辅 然后他在这个Telegram上面 看到军方所公布的讯息 显示这一次的飞弹 基本上并不是超音速飞弹 也不是巡音的飞弹 是以无人机 还有一些传统的炮弹为主 而且时间上也足够的反应 所以他十几分钟才到 然后他也选择就近 这个比较薄的这个地下道 而不是走十几分钟到这个地铁站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基辅大概有三万个 这个避难所跟反空洞 然后基辅在这个所谓的 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加入之后 人们就对整个基辅的防空系统 非常的有信心 然后就是他们有Telegram 除了警报还有通讯 上面国防部就会分析 这一批的攻击是来自 比如说莫斯科附近的基地 还是黑海的舰艇 那是哪一类的 是超音速呢 还是巡异 还是传统的 还是无人机 然后他会经过哪个地方 预估会到哪里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们在躲炮弹的时候 已经是不欢不瞒 而且资讯看好了 他们自己慢慢的判断 他这样慢慢的走过来 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那个晚上我躲了三个小时 从凌晨一点五十几 躲到凌晨五点 但是真的都没有听到什么炮炸针 那听到的这些无人机 在趋近这个基辅的大外围的时候 就几乎全部都被击落 但是后期还一直有来 那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乌克兰主要的城市 都有很好的空袭防御系统 那比较大的城市会有爱国者 其他就是会有俄罗斯的S200 300 另外一个就是避难所已经非常普遍 到处都是而且标示的很清楚 然后警报系统跟后面的预警 跟说明系统都非常的完整 好 非常谢谢云宁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教授郑郑炳 分享在七月底你到了乌克兰 有三个城市 那么一探战火下的乌克兰的现况 因为这是你直服在心中 已久的一个念头 您关心的是未来两岸假设 不幸有冲突的话 我们台湾如何向民众的民防教育 我们是不是足够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2RNG 老师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乌克兰的民众他们要获得资讯 并不是靠所谓的传统媒体 像刚刚提到的社交转体Telegram 就是一个非常好掌握资讯的一个平台就对了 是的 是的 其实他这个不管是警报系统或后面的解说系统 到处都是因为我当初在德国要开始订完乌克兰的这种火车票 公车票的时候 他那个有一个整合性的网站 上面什么东西都有告诉你避难所在哪里 那各区的这个警报系统在哪里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战争的解析在哪里 那有Telegram还有其他独立的包括一些名称都整合在一起 而且我在沿路上碰到乌克兰人他们想协助你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你 所以我实际上面接到的讯息是从非常多人不断的加进来 所以也就是说像这种避难系统 情报系统 这个战争分析系统是非常普遍 而且我回到慕尼黑之后呢 因为我当时有加入了三个城市 我对奥德赛的警报还一直想 那更特别的是我回到台湾的领口 我家在领口的时候 半夜还会被那个警报所想起 就全部把它关掉 要不然因为我好几次在台北睡觉的时候都被他吵醒 那就表示说其实他的功率非常的powerful 他可以几乎涵盖一半的地球 所以表示说只要你愿意加入 都有那个机会加入 所以这个网路非常的强 因为其实在去年的2月24号 厄乎战火开打 一年下来我们也看到乌克兰 在这方面的一个空袭预警系统 是做得这么的完备 倒是民众也不能说淡定 但是他们就掌握这样的资讯 因为战火毕竟没有平息 但生活要过 肯定是被打乱 那么一到一个地方避难可能要几个钟头 那工作搞不好都停摆了 他们有什么样反应 我想你有机会会碰到当地民众 会怎么样来看俄乌战火 就基辅跟奥德赛的居民来说 初期是通满了惊恐 所以大批的人成为难民 总共有800万的人逃到台外 然后东部南部一堆人都跑到西边的利沃夫 大概过了四个月之后 俄罗斯就已经放弃了在围攻基辅 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年冬季 快要开始的时候 俄罗斯为了要震慑乌克兰人民 所以决定把所有的公共设施都炸毁 让他们缺电 缺油 缺暖气 所以人们有坎达五六个礼拜的时间 在低温的情况之下 那个都是零下十几度 二十几度 是没有电 没有暖气的情况之下 这非常艰苦的日子 但是情况从今年春天以后 因为看到乌克兰已经不是只有在反手 它开始在反攻 整个乌克兰人民就会觉得 他们的国家的土地不会再继续沦陷 然后他们会把失去的国土逐渐拿回来 他们不仅有可能把俄罗斯赶出侵占的乌冬 跟克里米亚半岛 他们甚至有可能会击败俄罗斯 你看到的乌克兰人 现在全国民心都是非常自信的 都是非常坦荡 展望未来都充满了官名 好 我们也希望这个战事能够早点结束 明年如果顺利的话 乌克兰也要举行总统的大选 之前在节目当中 我也有机会访问几个台湾的志愿军 有一位就提到 未来重建台湾是有机会 我说当然希望这一天能够赶快来临 我想乌克兰的民众也希望是这样 倒是在七月底到乌克兰的时候 你说您住这个廉价的旅馆 但是民众的生活消费 您所看到怎么样 物价有没有一些波动 想必还是有的吧 我们都感受到因为俄乌战火 整个这个物价都上涨了 通膨的情况联动受到影响了 所以这个也是要分不同的时期 在战争的初期 尤其是前面两个月 你现在看到的报道里面 物质短缺 然后物价飞涨 很多人到这个连锁超商 他们买不到东西 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那到处都缺 物价上涨的比重非常的高 后来就比较平稳 俄罗斯也愿意跟乌克兰进行妥协 让乌克兰的股物市场能够出口 然后让乌克兰的一些能源也能够出口 所以乌克兰打开了国外的市场 另外也重建国内的市场 所以它的这个物质就逐渐的充裕 然后物价就比较平稳 那以我去的情况来说 因为我当初去乌克兰 我的印象就是媒体里面报道 因为其实我是从小是在战地长大的 我是马祖人 从小16岁之前 我就在单打算不打的环境之下长大的 但是我除了我自己家乡这个战区之外 我并没有真正的看过 那个战区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后来进入利沃夫 是半夜进去的时候就有点很惊讶 居然晚上10点钟加油站都开着 看起来人也很多 那隔天更不得了 就是因为我住的利沃夫hotel 是一个很中心的地区 人潮就非常的多 搭公车的上班的交易的就非常的多 然后我进去买 因为乌克兰的币值跟台湾差不多 但是它的东西是比台湾便宜 尤其是我德国过去 我就觉得他们的东西是蛮便宜的 后来我去了很多地方看 就觉得他们的物价 当然我去的地方包括除了这个租车以外 因为我后来发觉 我如果要真正去看 我就必须租车 那是很意外的 我在booking上面居然看到利沃夫可以租车 所以我就租了一天的车 那以我在欧洲长途旅行的经验 那个租车的价格是比正常来的贵 而且是不能买保险 在利沃夫不能买保险 但是其他的都比较便宜 包括旅馆比较便宜 那你出去吃东西包括他们的食物饮料 都没有特别贵 那我这几天事后check了这个有关于物价的资讯 就是说一直到最近 他们有一些就是最基本的民生用品物价 基本上已经回复到有点常态 就是说投后膨胀绝对是10%以下 但是有一些比较稀有的东西 他们的那个物价叫占钱还是有上涨到10% 所以就是说你看到就战争对他们一些比较不那么民生基础的东西 包括用水用电的价格的确是比过去至少高了10%以上 这个是战争一定有的影响 看起来还是可控的 你看阿根廷物价波动到100%以上 那台湾也算好 美国也慢慢压下来 但是战火下还好 那我们就要看战事快速平息的话 当然对乌克兰的重建是更有利 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混沌不明 对经济冲击整体来看 大家都说全球经济恶物战火 什么时候平息是一个蛮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经济冲击有哪些面向会值得关注呢 是谷物吗 他们的农产品的输出会比较影响到其他国家 还是您会怎么样来观察 这里有两个视角 一个是所谓全球的视角 去德国之前非常明显 就是包括环小玉环豆小麦玉米 这个因为不管是俄罗斯或者乌克兰 都是全球前几名的供应 所以你看到全球这些东西价格都在飞涨 那包括能源 包括天然气或石油或者稀有金属 那这个全球的冲击很大 那现在当然趋于平稳了 但是因为俄罗斯现在一直在吃败仗 比如说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那普丁就会反击 普丁反击的时候就轰炸奥德萨 轰炸奥德萨会使得乌克兰的古物 跟它的能源的出口就预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又在波动 所以我们应该讲说 只要俄乌战争持续在进行 全球的物价就不可能完全平稳 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一段波动 那要看这个叼战双方到底是怎么样来攻击对方 那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我们来看乌克兰本身国内的情况 我刚才有大概说过 他们的物价跟物质的确是因为短缺而散展 但是另外也有很特别的就是说 就是因为大概在半年以后 就是说最危险的半年过去的乌克兰开始反攻 要把俄罗斯的军队逐出之后 你就发觉乌克兰人民从海外回流回来的比例开始增加 目前为止已经回来了200万 那另外一个你就看到说 东部的和南边的战区 当然很多有钱人 他就会往其他还很繁荣的城市 包括利沃夫跟基辅去移动 所以所有的数据显示像利沃夫或基辅 他们的人口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准 那有一部分海外的回来 也有一部分其他的有钱人跑到这边 所以我去那边就会感受到很奇怪 怎么还会塞车 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去了他们的自由馆场 还有去到他们聂伯河旁边的一些景点 居然人满为患 然后租车要去跟人家make appointment的时候 我租车或者叫Uber 我很担心我会迟到 因为陆上一直都在塞车 所以这里面显示说 至少基辅跟利沃夫来说 他们的人口跟经济活动都已经快要逼近这个战前的水准 那还有两个指标很清楚 就是说因为奥德赛它虽然是黑海的乌克兰主要的出口 它也是大俄罗斯地区财富集散中心 影视中心度假休闲中心 还有高级知识分子 知识文化创造中心 所以我后来去那边 我看到奥德赛的沙滩 其实并没有真的非常漂亮 可是全部都私有化 只有有钱人 你才能够进入俱乐部 然后因为最后一天我去的地方比较危险 尼古拉耶夫 所以那个注册公司的经理 最后是陪我去 尼古拉耶夫跟奥德赛去看这些 他告诉我说奥德赛的房地产完全没有降 穷人的地方房地产是有降 可是大家都相信 就是说奥德赛在不久之后又会重新恢复环容 所以房地产没有降 然后我在基辅的时候的最后一天晚上 是基辅一个在台湾 在那里做了八九年房地产 那个厂商他叫小吴 他找了台湾朋友跟两个乌克兰朋友 我们五个人在那边吃吃喝喝 然后他跟我说 他这几天投资房地产到今年 他反而获利16% 也就是说以基辅的房地产来说 基辅房地产也没有降 另外一个经济现象就是说 你会发觉在战争开始的2022年 乌克兰整个经济增长是衰退了35% 最近好几个机构 预估出来乌克兰在2023年 我们现在是2023年的9月 它的经济增长有的人认为是震0.5% 还有机构做到3% 或许教授会觉得 我是身处在一个战区乌克兰 他在战火之下 这三个城市并不会让你有这种深刻的感觉 我想人的韧性也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 短期处在战事起见乌克兰 或许有些人还是会前往乌克兰到你所到的一些城市 目前还是OK的 安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 我想简单就是我后来很惊讶 发觉我事前在booking上面居然都可以预定旅馆 公车火车居然也有租车 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从利沃夫搭了6个小时到基辅 然后再从基辅搭了5个小时的巴士到达奥德塞 我看到他们的公共运输都很健全 我很少看到这个大面积的毁坏 那我现在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要努力跟乌克兰学习 因为乌克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反转逐渐往胜利的beating 然后他的飞弹系统防御系统警报系统物资解决民生用品的系统 这些东西都是台湾可以学习的 另外一个就乌克兰在开战之初只有12万的兵 那现在他已经增加到1.2million 100万又20万的军队 然后他们用了非常多的战术 所以我现在是觉得说 其实不管是研究者 志工团体或者医疗团体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安部门 外交部门跟军事部门 应该更努力的去乌克兰学习 因为我后来透过基辅大学的校长 也接触到军方的人士 其实他们跟我们没有正式的搬交 但是他们现在对我们非常的友善 他对我们的高科技 还有医疗方面可以提供他们的协助 他们也很需要 然后另外就是说他们也乐于跟我们合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未来我们有一些这个共同的敌人 都是这些专制的政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乌克兰除非你到一线的战区 那在其他地方他并不可怕 而且他很多东西都很顺畅 不管我们的学界 我们的国防外交军事 都可以从他那边学到非常多宝贵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台湾必须有系统的加大跟乌克兰的合作 以及如何系统性的去学习他们如何在短时间之内反败为胜 以小极大的各种能力 好 非常谢谢教授您中肯的建议 我想您提到了就是两岸如果真的发生了冲突 我想我们台湾必须要面对所谓不对称的作战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火 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启示 我们是备战不求战 我们希望是和平的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来看这个俄乌战火 我想不曾失去就不知道 没有战火的可贵 非常感谢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 曾正炳分享你七月底的乌克兰执行 带给我们的一些提醒 也谢谢你的建议 非常谢谢郑教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王力杰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召会